江山香气万人起跑 今年台北马拉松 从4号中午开放报名 终于赶在年底前 12月19号开赛 让不少朋友很期待 不过因应疫情 今年进场条件必须三选一 有打过一剂疫苗满14天 或是持有3日内因信证明报告 或是感染过后的康复证明 才能参赛 不过口罩禁令却可以松绑 起跑之前都是佩戴口罩 到你跑出去 彼此之间已经有一些距离 才脱下口罩 指挥中心强调在集合地点 包含起中点 起跑前和刚起跑时 三个时间点规定要戴上口罩 只是参赛现场恐怕高达28000人 是否有群聚风险引发质疑 所以两夕两户之下 它吐出来气量很大 风在来怎么大都很接近 我还是会戴 疫苗也没有说打到很完善 10月3号指挥中心才公布 户外脱口罩的地方 包含海滨和山林 具备空旷及社交距离 两个条件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对空旷的定义却交代不清 你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山林呢 讲不清楚空旷 你去爬山也有 五六十个人一起走的啊 场域就是山林海边嘛 不过照这个定义 跑马拉松既不在空旷处 也不能保持社交距离 完全打脸自己 要去控制阳性确诊者的出现 以及隐形传播链的源头 真正的做法应该是全面快晒 不少医生对脱口罩 仍然充满疑虑 就怕一松绑 民心松懈 形成防疫破口才是大问题 记者李英伟说宣台报道